各位喜歡籃球的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繼續透過我們的鏡頭 來欣賞PLUSLY第三季 運行賽的現場直播 今天4月2號星期天下午的5點鐘 帶來的對決是新背國王 而在主場一架的對手 是新主接口工程師 哦 底線有點 那你的保守還是相當的穩 外交 快速 小敏 一樣在第一節節 來發生就有分數進上 這個轉換快攻也來得很快 蘇智璇上籃得分 平昊準備撥了一下 來看一下前面的凱燕 這邊右手上籃得分 越南超球之後直接 前面又是李凱燕 又是一個上籃得分 這一次超捷 快攻上籃自己完成 楊心智的藍地下擺進分次 楊心智 把這個瞄然機會 這個出手的幅度相當高 投進這兩分 第一時間要調給戴維茨 這邊出手受到影響 轉到另外一邊 哇 有點溜去啊 但是把這一球給擺進去 哇 有點滑掉了喔 還是進了 沒有耶 GPS 小胖 小胖 單腳的後仰來 下手的投進這兩分 我們要再把球給回出來 曼妮高 陰塞奧的運球 對方後 挑戰阿提諾直接得分 曼妮高很常用這樣切入進去以後 有一個雙腳墊 曼妮高 個人能力直接突破到籃底下得分 對 最近他還客氣了 往這邊 曼妮高直接把球給點掉 二打一 二打一的機會 Kennie Manico直接第一時間 給到護國神給戴維茨 來個雙手扣籃 他只要有機會 他已經先往籃下衝 那隊友也有適時的看到他 這個凱燕精采的助攻 找到戴維茨 凱燕馬上打又會 好 曼妮高的三分球來了 阿敏 突破到心臟地帶這邊 再分小球給他提起全 打到目前為止 新北國王的三分球 是十五投一中而已 來底下是戴維茨冠軍兩分 對 現在持續來找隊友 楊靜敏 這個挺新的 對 拆掉了這個三分炸彈 阿美戰是楊靜敏 現在在腳椅看這個球 其實曼妮高在切入的時候 阿敏就會從四十五度角 往底線移 這個高國豪 再做一個HANDOFF 選擇中路的切入 對 對 蘇偉 點不到籃球下 接觸用右手上籃得分 對 籃球還是一直在 是 所以才會讓國王隊長得一些失誤 然後裡面交戴維茨 這一次的補防已經來不及了 是 是他 好強 心智結果還是擺盡了這個分數 對 凱燕過掉了高國豪之後 往回轉 這一個戴維茨被擋了 現在自己再久回來 這是一個單手扣籃 戴維茨的油箱裡面還有油 對 這是要來喊出暫停 凱燕也是一個背後傳球 第一拍雖然被影響到了 但是自己搶到球以後再把它補灌回去 凱燕的傳球真的蠻有創意的 今天連續兩次都是一個相當精采的傳球 拋架過來 產生了失誤 前面是空籃機會 Kelny Manico 心配直升級 再度在新裝全跑升空了 曼妮高 自己運球過半場 這邊要直接上籃得分 沒有 戴維茨一路一直在幫他卡位 高 開了上來擋 刮不進來 這邊被戴維茨蓋了火鍋 好 耐力高開始感情度了 這場比賽 新北國王的整體FEL哥命中率不到三成 哇 這邊有一個四分大的機會 五間六者 圍照射手標準的三分球 這個演目 擋出來 三分命中還造成大天后的犯規 是讓他們打到結束也OK啊 好 齊敏 進來這一球 被歐瑪擋了下 好 看一下最後這一球有沒有投進 林金榜擺進這個分數 最後的比數停在98比73 選擇時間到點 好 快點 2 1 2 2 2 1 2 1 2